这几天上海地铁一号线上 一名女子一边吃橘子 一边就把这橘子皮随手就扔在了地上 引来了周围乘客的不满 多名的乘客声讨这位戴墨镜女子的不明行为 该女子随手把剥下的橘子皮丢在周边的地面 邻座的乘客则对她是退避三舍 这样的行为自然引来其他乘客的不满 声讨的队伍越来越大 见寡不敌众 女子称自己要下车 想要离开现场 就在女子跑到车门口的时候 三名态度强硬的乘客 将墨镜女子强行拉回了车厢 团团围住 想要对其进行教育 在这个地铁里面乱扔垃圾 这就是不文明的行为 尤其是其他人指出来之后还死不承认 这实在是有点过分 希望这名女子回家能够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了